台湾的信仰非常多元 你有听过五年千岁吗 据说他们是在商周大战 临友战功 被玉皇大帝封为王爷的 十二位天神 拥有至高无上 待天寻守的权力 就像是人间的钦差大臣 在云林的马铭山正安宫 就是台湾五年前岁的信仰起源 那么关于他们的神迹呢 据说有人发生严重的车祸 就连医生都束手无策 家人前来起是五年前岁 就得到本命该绝的答案 没想到后来当事人 他竟然奇迹似的康复了 在这段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关键的转折 是五年前岁救了他吗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说 发生在云林 那有一对夫妻 他老公其实就是说 本来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那突然就是说 有一天身体不舒服 那去检查之后 就是X光照出来之后 肺部有很多白点 出现这种征兆 其实如果说一老一辈来讲 这是不太正常的 因为我们要发病一定会有征兆 或者说它会有什么 震头开始出来 但是它这个是突然就出现 冥冥之中仿佛有一股神秘力量 让这对夫妻到处求医 却始终找不出病因 后来得知云林这一间 供奉五年前岁的庙宇相当灵验 妻子于是前来求助 并在大殿跪了许久 没有想到丈夫真的化险为夷 他那来这求后 他就平安他们这个 什么前来 那个老家像我发改 五年前岁 像他刚才说的天心 差不多一半天的王爺不一樣 只要你如果他求 一定有效 王爷信仰的由来非常的 来源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因为有一派人认为说 王爷是这个温神 所以就是天上子派的温神 来到人间 然后称他为王爷 那还有一派的观点认为说 王爷就是历史上死掉的 那一群很有名的人 关于台湾盛行的王爷信仰 民间传说五花八门 有一说他们是秦始皇 粉书坑儒的儒士 还有人说是唐朝时 唐玄宗为了测试张天氏的功力 没有想到害死了360名近士 后来唐明皇就把他们封为王爷 为什么叫做王爷 那就是道教的一个神明体系里面 最高的就是玉皇大帝 他是比照人间的那种 皇帝的一个规格 那我们知道王爷 就是皇帝的儿子们 皇帝叫万岁 那叫这些王爷叫什么 叫千岁 泉州下门这边 就是他们的王船 接近到这里的沿海 然后飘到台南去 那台南的民众看到了这艘王船以后 就建了一间庙 这间庙现在很有名 就是南昆森庙 相传明朝末年 南昆森湾飘了一艘大帆船 载着五尊王爷的神像 民众为他们建庙供奉 就是俗称的五府王爷 生前是隋朝末年 帮助李渊跟李世民建立唐朝的 五位将军 颇受百姓爱戴 而所谓的五年王爷 出现得更早 那这十二个王爷传说是因为 跟周武王他伐奏的时候 他帮忙武王跟江太公 来这一个打了这个殷商 成为英雄 商朝暮年 周武王暴虐武道 江子衙辅佐周武王讨伐商咒 其较有十二位大将立下战功 最后却战死沙场 忠义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于是封他们为十二王爷 他十二位 盟做一遍盟 生天 经家有弘大帝 一直监点为大天顺秀 大天顺秀的意思就是 一宫先战离后走 据说十二王爷被封神之后 接了玉子下凡 带天寻秀 一开始其实王爷就代表着 瘟神为人间带来灾难 民众会以烧王船的方式迎接 借此孝灾解恶 所以民间就会做一艘王船 拍满个各样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王船给烧掉 王船给烧掉的意思就是说 让神 温神把你送回天上去 你就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 温神的灾疫 那他们包装有一个在地的信仰 叫做朱府千岁 对 那他们当地的人都叫老朱王 那就是有一天呢 这个老朱王透过姬同的指示 某时某日某一天要去这个草岗 草岗其实它是一个港口 那迎接这个戴天寻寿 五年前岁 十二位天神 到那时候刚才有我们的沙寸 五年王爷是在西元一六六二年 到了台湾 当时云林沿海一带的居民 突然接到老朱王的指示 就把五年王爷的庙宇 盖在云林包装箱的马明山上 这是现今的正安宫 让这里成为五年前岁信仰的发源地 有传说此地的风水 是非常好的一个风水宝地 是一个马龙交汇的 这个风水的格局 风水盛家 所以最早被人家称为龙马山 物纪委在日本时代 被做调查的时候 被纪为马明山 据说当时玉皇大帝指派十二位王爷 到台湾带天寻寿时 王爷就向玉帝请示 台湾各路身佛伶俐 万一到时候遇到三节不符 怎么办 玉帝就特别指示 五年王爷到台湾之后 可以自己选择开机阻地 处理民情 不需要向上承报 我们老年城市 它比较特别就是说 这个金庙的蓋子 它的油漆 我们的玉帝是来帝 帖冷的帖 是来帖 这来帖就代表说 幼乡上帝是直接帖冷 为我们农年城市 有这个宽利商心价 可以说去做的台湾顺修 这十二位王爷 每逢阴年 五年 虚年 凡事大交 称为五年道 其中最特别的 尊農曆正月十五的駕鋒搭 一輪一次 等於四年再加年尾 年頭 年尾 這樣年起來剛好是五年 加繃搭活動 是境內村民答謝五年千歲庇佑 輪流供應午餐宴客 在此同時 王爺也會藉此巡視地方 以防協領作祟 因為在台灣光復初期 就曾發生過 私人廟宇作教不守規矩 引來好兄弟搗亂 這間就是客信來自不同的駕魂牙櫃 所有的成果都打過 裡面有偷偷有穿得通通要破 中片要有駕 不駕它就是找它在廟宇出水 據說當時村民家裡的神像 每一碗都變得輕勉獠牙 不是男丁生病 就是友人意外過世 直到請來五年王爺坐鎮 只是舉辦大普渡 地方才慢慢平靜下來 馬鳴山五年千歲的威名 就因此轟動整個南北海線 很多的廟宇都紛紛邀請 五年千歲到他們的莊頭 到他們的廟宇去坐鎮 相傳當時的布袋港 怪事接二連三 堤防始終無法建造完成 每逢海水倒灌就被沖垮 讓村民飽受淹水之苦 這日只要出海捕魚 輕者重病 重者密上大海 讓當地人心惶惶 剛好馬鳴山的代天巡守的 這一個五年千歲 在南巡 那這個神明 布袋神的神明說 你可以去試一試求 五年千歲的這個神明 來幫忙解惡 所以說布袋鄉親 就前往這個馬鳴山 去這個關守教的 一幅守教才知大事不妙 原來布袋港裡藏了一大群 千年妖邪 霸駐港口作亂 當地神明無跡可施 只好請求五年王爺大顯神威 就直接衝入這個布袋港裡面 開始進行了掃黑行動 連續打了這個半天的時間 這個扶手教的人 就直接衝到這個海裡面 在這邊跳綠港內 大動作的這個掃港 不到半天時間 便把布袋港的這一個 這些妖魔鬼怪 通通一網打盡 即使五年王爺 會如此受到村民愛戴 主要就是能夠具體感受到神威 在馬鳴山正安宮 服務超過三十年的陳明樹 也曾經在女婿 發生嚴重車禍時 前來祈求五年王爺救人 因為傷勢嚴重 醫生判定凶多吉少 就連五年王爺一開始 也只是本命該絕 但陳明樹不放棄任何希望 誠心為求王爺大發慈悲 不可惜的事情就這麼發生了 五年前歲一直是說 念在說他這個岳父 三、四十年來這樣無私的奉獻 所以他五年前歲十二王爺 也是要潛意相助這樣子 意思是說 對一部分 五年規矩 本人要只帶給他住心 給他水心 我們就比他無私廟一樣 比較深我們就有肥膽 關於五年王爺的神蹟 最近依舊在鄉里間流傳著 讓當地人對五年前歲信仰 更加深信不疑 而這也成了雲林包裝箱 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 各位好我是俊項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 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奇事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董 您的家就是給我們 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